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,每天为您分享养生知识,为您的健康添砖加瓦,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买来的莲子不要吵着吃了,教你一个神仙吃法,比吃补药还要补,腰不酸了,腿脚不抽筋了,经络通畅,血液循环健康,走路有劲,精神好身体强壮。 一起来看看,我是怎么做的吧? 我们先来准备适量的莲子,莲子性瓶,归心脾肾经。 具有益肾固精,补皮止蟹,养心安神等功效,可用于辅助治疗失眠夜里多梦,心烦口渴,耳目不通,腰痛较弱, 脾须神经。 《本草经》中记载,莲子逐补中养神,益气力。 莲子中含有大量的磷磷,是构成牙齿、骨骼的重要成分。 人体内约有85%的人都存在于牙齿和骨骼之中,越是缺乏可能导致骨骼钙化等疾病的发生。 还能帮助扩张血管幅度降压,维持心脏的正常功能,保护心血管健康。 此外,莲子中还含有较多的蛋白质、钙、铁、维生素B1、维生素B2、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。 对于年老、体虚、久病人群来说,着实是不错的滋补佳品。 再来准备一根山药,相信大家平时吃的不算少,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。 在神农本草经中,山药被列为补虚上品,有的小人参的美誉,有的能补皮异肺,益气补肾的功效。 有医学研究发现,山药提取物可有效提高免疫细胞增值能力,进而提升机体对消化到感染性疾病的抵抗能力。 山药的质地是比较细腻的,粗纤维含量也是比较少。 对我们肠道刺激,小其独有的黏蛋白还可以有效滋润胃黏膜,保护胃壁,保护胃肠道。 我们把山药给它搓洗一下,洗好后,我们把山药剪成小段,切好之后放在碗中备用。 再来准备适量的红枣,红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,它的作用较多,有补血的作用。 红枣中含有很多的铁元素,可以有效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,也有利于机体造血功能。 对虚弱,贫血,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,有安神,镇静,催眠的作用。 红枣含有芦丁,可以有效帮助疏通血管,降低身体胆固醇,降低血质。 再来准备一小碗的黄豆,大豆又叫黄豆,具有清热解毒,健脾益气,宽中沥水的功效。 大豆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质,可以为人体补充多种必须的氨基酸。 我们经常使用可以有效提高机体的免疫力。 含有可溶性纤维,可有效促进胃肠道的蠕动,起到降低胆固醇及胃肠通便,预防便秘的功效。 含有卵磷脂,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胆固醇,防止血管硬化,预防心血管疾病,还可以清除肝内多余的脂肪,预防肥胖和脂肪肝。 而且,大豆中还含有一些抑制移霉的物质,具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。 我们把黄豆抓洗干净,放在小碗中给它泡发。 我们再来准备一大块的猪骨,猪骨有益于骨骼,俗话说,吃什么补什么。 骨骼的生长发育离不开骨原胶和钙,排骨就含有大量的磷酸钙和骨胶原。 对身体骨骼生长有很好帮助,很适合发育阶段的小孩和老年人食用。 吃排骨可以改善贫血,是因为排骨含有丰富的血红素,即有基铁,能够使缺铁性贫血得到有效改善。 而且,排骨中的风光氨酸,能有效促进铁的吸收。 所以,排骨的补血功效较好。 把排骨给它抓洗一下,洗干净再给来给它浸泡一会儿。 大约十分钟的时间,排骨中的血色和脏东西就就被我们泡出来了,这样我们才会吃得健康。 再来准备一小把的枸杞,枸杞的量不需要太多。 枸杞是一个补益的药物,它是一个补肾因,滋肾因的药物。 中医认为,它有滋肾易肺,补肝明目这些功效,它主要是治疗肝肾亏虚,肝肾不足的这种症状。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,枸杞子含有一个很强的保健作用,主要体现在一个延缓衰老的作用。 是因为枸杞子当中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一等,这些物质有着很好的抗氧化作用,它可以对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,有助于延缓身体衰老。 枸杞子还可以延缓疲劳,主要是它可以滋补肝肾,因此它能够增强人的免疫力,对抗人体的衰老也有一定的作用。 加入适量的清水,我们把枸杞给它抓洗一下。 接下来,我们来准备一口锅,把锅烧热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,给它搅拌一下,开大火给它煮开, 煮开之后在开中小火把它熬煮40分钟。 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易,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,麻烦您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,辛苦大家了。 现在我们这道汤也煮得差不多了,加入少许的食盐,简单地给它调一个辣味,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。 加入适量的香菜,焖煮一分钟,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。 我们把它盛入碗中,稍微地给它晾凉,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。 这个汤食材很简单,都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食材,把它们搭配在一起,效果真的是太厉害了,比吃不要还要补。 我们经常这样坐着喝,腰不酸背不痛,腿脚不抽筋了,经络通畅,血管不毒。 腿脚走路有劲,精神好身体强壮,越活越年轻。 喜欢这道汤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着做一下哈。 好了,朋友们家人们,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,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,快快乐乐,平平安安,健康幸福。 我们明天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